離開 好沒有問題 那特別注意 VBA是這樣 我習慣是打的時候打小血 離開的時候如果變大血 那你字應該拼對了 OK 好 也是這個方法啦如果你 離開之後奇怪 大血應該 奇怪什麼還是沒有變大血那你就要 去check一下可能 你打錯字了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B 再來是 C C的話呢以後啦 除此之外 不那個 其次再其次再次都叫做ELSIF 所以呢第1次複製之後的話呢第2次 在Ctrl C 把B有沒有貼到底下 Backspace到前面貼上 這個的話呢就改成什麼 改成60 這邊改成C 好特別注意喔 也就是以後如果你有 非常 多種的 邏輯判斷 請記住 都是利用這樣子來修改 就可以達成了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 不要說被那個多重邏輯給 給嚇到了 因為很多書裡面喔 那個多重邏輯寫的都非常的嚇人 他怎麼寫出來了 怎麼寫這麼多東西 其實都是 可以用這個方式 可以很 應該我就 應該很輕鬆的可以把它寫出來啦 特別是習慣這一套喔 特別是我剛剛講的喔 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1 這個沒有的喔 本來是長這樣子 本來是60 請你把A跟D先做出來 那 B怎麼產生 Ctrl C 在這個後面 Enter 然後back一下 移到前面貼上 然後這邊 乾脆先打一個L 打這邊 Else 一樣是else 然後一樣是依然 這邊改成70 這邊改成b 好 這邊改成b 那再來一樣的方法 把這邊Ctrl C 再到 Enter一下 back一下 貼上 好 那這邊改成c OK 那這樣的話呢 其他就改完了 那你說呢 這個可以改多複雜 反正你有多少邏輯 你就一直貼下去 最後一個記得是else 就可以了 OK 反正就是這樣邏輯啦 那 我想你工作裡面 就不外乎就篩選嘛 你要怎麼篩選 就看你自己 無論是 將來跑輸出的詞 或者是要什麼情況下 去設定什麼樣 顏色的格式 字的大小 都是可以運用這樣的去 去做一個發揮的 好 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你只要輸出 那我先把這邊先 要輸出到G欄 那因為我這邊沒有寫清楚 我們可能要鎖動清楚一下 再做什麼 輸出 輸出到這邊呢 那可能這邊要怎麼樣 把這個改成什麼 如果要輸出到這邊 這個就把它改成G就可以了 OK 試試看好了 好這個都 所以方法都差不多啦 也就是我們用剛剛類似的方法 然後我是把剛剛的成績 拿來改成叫做 成績多重 遇上 好 遇上